我們下一步 把這個 我們下一步把那個 Excel也拿來使用 我也要拿來使用 那個 你把Excel打開來 把Excel打開來 然後呢 我們那個 我剛剛試驗的 就是這個什麼東西 狗吃 狗吃屎 那個我把它複製 像這個要把一個 我們就把Excel交出來 我們現在要練習這個命令 定命令 這個LEN 跟 MID 像那個 LEN 就你打一下LEN 啊那個 這個狗這個字串 有總共多少 11個 總共有11個字元 啊字元 啊 然後那個 這個字元呢 啊 這個字元的第1個 第1個第1個第2個第3個第4個 它是什麼東西 第5個 我們做到第5個就好了 然後這個命令呢就是等於 AMID 啊 它這邊就會提示 提示 說你的資料是這個A1 儲存格 這個呢要加定位符號就是前五符號 然後它的開始是從1開始 好 那我們直接就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取一個就好 所以呢 這個第1個字就是狗 我們那個 有沒有 你看一下 狗吃屎然後豆號然後貓 好 然後順便就是說做這個 這個 練習 那至於說 然後順便我講一下這個 這個 呃 這個功能喔 我把它Ctrl C 然後Ctrl V 好 Excel的註解就是使用單引號 好 有沒有這邊 所以我這邊順便寫一下 就是Excel的註解是使用單引號 註解 使用 就這個單引號 有沒有現在這個就是 就是註解 我把註解的部分喔 反白成黃色 像這個LEN有沒有 這個也是 我把它 加上這個 註解 我把它Ctrl C 使用Excel要有這個習慣喔 要加註解 方便閱讀 好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好這個狗吃屎 什麼什麼的 什麼什麼的 好 好 啊 那個 這邊做完之後喔 給它複製 像那個 欸 我再 再試一個好了 我再做一個喔 這Ctrl C 然後Ctrl V 好 那個 給它用9好了 譬如說我是9 第9個喔 第9個 好 這個猴 猴的話呢 我不要一個字 我要三個字 好 有沒有 這猴愛雄 就這樣喔 好那個 我要 做註解 這一樣它就做註解 好 所以你們就知道喔 來我們就做一下結論喔 那個 這個Java 好 這 L.E.N.G.T.H 好 欸 這邊 好 等於 Excel的 L.E.N 類似啦 當然小寫大寫都可以喔 Excel的命令小寫大寫都接受 可是Java不行喔 嚴格的規定 好 小寫就小寫 大寫就大寫喔 像那個 剛剛講的有沒有 CHAR AT 好 那對應到Excel呢 就是MID 好 MID我把它加寫清楚一點好了 就MID 那個字串 好 字串 然後呢 逗號 開始 逗號 然後那個開始 然後呢 長度 要寫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這個同學這寫完對不對 看著我 好 複製 承透C 貼到 那個 網頁去 這邊 好我這邊 最後有個什麼東西 Excel有沒有 這邊 你也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呢 我給他發表 好 發表的話呢 這跟程式碼一樣 他會 被擠在一起 我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邊 就是這樣子 你看一下 我剛剛講的東西 你看一下有沒有 是不是也跟程式碼一樣 就擠在一起 所以呢 這邊呢 你一樣可以用 PRE PRE PRE開始 然後這個斜線 PRE結束 斜線PRE結束 然後呢 我們再重新看一下 你看一下 然後那個 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 你遲到還講話 不要講話啦 今天上課就坐到這邊 今天 French Word 20分 那個 沒來的人有沒有 在鼓作 我們情報卡有筆釋 要有口詩啊 那就貼上來啊 有沒有 就貼上來 這樣子的話 這一樣 我就說 我寫在網路的目的 是要網路 留下記錄 譬如說 假設你的名字 叫做 游星華好的 Google就記錄啊 游星華在做這些東西啊 網路世界就是這樣子 要收集所有的資訊啊 這是為什麼 每次作業 我都要你們寫 名字的原因啊 就這樣子寫上來 然後最後 先看這邊 所有人動作停下來 這是加分用的 我們每一次都要寫 CSS 看螢幕 都要 切過來一分鐘 不要這樣啊 每次都要加 學過的東西就要用 不然會忘記 剛剛我們用PRE對不對 那我們就打一下 PRE PRE 然後那個 Background Color 我都已經講話 講到破音了 你還給我一直講話 用RGB也可以 譬如說有沒有 我們背景是 那個是 150好了 就這樣子啊 然後呢 然後存檔一下 你看一下會怎樣 有沒有有用PRE的地方 背景就是變藍色了 這樣看不清楚的話呢 我們就跟他講說你字的顏色有沒有 變白色 白色的意思就是很色的意思 就什麼都一樣 就是255 紅色要255 255 255 為什麼是255 因為 就是2的16之方 不是啦 對啦 2的16之方 像這樣子 有沒有就變成白色 就是PRE 有PRE的地方有沒有 它就是變成你的 自己選啊 我說過 今天我們評分都會 都會加上去啊 但H1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增加H1的格式 譬如說你要讓他什麼東西 就是排列 置中 你就打一個CENTER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 置中 你看一下 有沒有就置中了 然後你要讓他有BODER的話 PORDER 就一樣 帽號 比如說紅色 10PS 然後呢 一定要實現 然後 那 那個這邊有BODER啦 然後Background 譬如說給他那個綠色 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這個RGB RGB的話綠色 就是紅色是0 綠色 要讓他很綠 不要太綠 200就好 藍色不要 這Background 當然不是Background 這個字 叫Background Color COLO 類似這個樣子 好啦我們今天就做到這邊 嘿 今天啊 就做到這邊 怎麼會這麼醜 綠不夠綠啊 不然把字改成白色 就這樣 反正今天我們上課 就做到 反正這個 這個變化自己去選擇 然後我把這一段影片 我把它存起來 我怎麼沒有錄 有啦